没错,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直在从您的这些就是作品中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不要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表面的问题那些政府的问题或者什么组织的问题那都是表面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其实还是人人的问题包括一个人和公权力的问题 那么也看到呢就是您比如说对西方一直在对不同的这种公权力或者不同的势力在做出批评那您觉得对中国的批评和对西方的批评您愿意把它做区分吗还是说您认为根本就不复杂直接回到根本的问题 说到说到底是没有区分的是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的问题对吧中国有巨大的官僚体制西方也有巨大的官僚体制西方有所谓的精英文化中国也有它的精英人人群对吧 中国也有有效的管理在某一方面并不差 但是呢它的差是差在它的伦理基础上的差 就是它这个它这一套管理和它这一套东西是对人性的伤害还是对人性的一个修复或者扶持 这点上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实际上我们必须用这把尺子就人道主义的尺子衡量所有的人和世界 好的那我觉得 呃这件事情我从我来讲我觉得呃您已经就是我认为挺透彻的了 那另外呢我想还回到刚才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刚刚谈到这个弗洛伊德事件 这件事情那这里面您对比如说华人在其中的表现就是整个全球在抗争嘛 您对华人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您的这种观察和 呃我其实没有观察但是我也能够听到不少呃我们说华人无非是说呃要么是在境内的人要么是在境外的 是吧呃而华人实际上在境外的又分 经内境外也分不同的呃文化的这么基础的人对吧 所以说呃这个概念呢我我都不知道到底说的谁但是我只能想象呃是受呃呃中国那块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一批人是吧 说华语的吧至少说这批人 嗯 经内的我连提都不愿意提因为呃提他们实在是呃呃为什么呢不是说看不起他们而是说 他们不在讨论的这个范围内就是你你你不能够给一个蒙着眼睛的人去跟他下棋吧 你这样对他是不公平吧对你也是一种侮辱吧是不是所以说你不断的说哦你这个 实际上他是他是一个残缺的这么一个一个信息状态 那么实际上我就根本忽略不计了那么我觉得跟他们完全不做争吵因为我以前还争吵了一段啊在那时候我有博客在中国的时候呃还是想把道理说清楚说呃这个什么事都能说清楚吗有话好好说吗 但是实际上这个当这个明显这是不允许的那不允许咱们就说海外 海外的华人呢那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他是在一个夹缝中生存一方面是这个呃他的故土专制的对吧蛮横然后呢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这种格格不入呃那因为无论是他的价值观也没兴趣中国人对这个是没太大兴趣的啊中国人如果这这条街上有一个中餐馆 对另一条街发生什么其实不太就是没兴趣说到底就是没没什么兴趣呃也可能是这个本身这个民族不是太具有侵略性的一个民族是很弱你知道吧就是他也没好奇心呃他也没有这种呃当然他的判断呃基本上都是实误的 啊因为他并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呃那么你在你不了解情形下怎么那么呢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我也是从推特上这一小块自留地上看 啊其实对我来说是经常是都是闷子是在看大多数的华人呃要么是这个呃铁川普的要么是这个什么当还一时有一个姓郭的那么一个一个地赖也在上面也是嚣张了一阵当然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骗子了呃那么都是丑都是丑剧啊那么无论是他们在骂 啊这个这个大多数人还很很仇视穆斯林呃呃对这个所谓的呃这个统一还都都非常的这个这个热衷于呃这个种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好像是他们呃祖坟上的一块墓碑还是什么动不动不得这些东西都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啊呃呃所以你可以看到呃华人呃一方面是崇尚权利对吧那么这个权利哪怕是恶 他也是崇尚权利他也是崇尚的呃呃另一方面呢他们是呃就是找不到自我基本上是找找不到自我呃呃对他人的受伤害是没有没有兴趣的对难民的态度是极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难民他说到他混到哪一步都是难民不管他混到哪一步对吧因为你是失去了故土和文化而不得不呃 呃想西呃寻求一个新的生存在他人的国度来寄生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你这个难民身份就是已经存在了但是好像 啊我我我当时难民了我当时难民了我是被迫在这儿的如果我不是被迫我不会在这儿的虽然我在这儿呃呃呃呃看别人的说话可能是如鱼得水啊就是说呃呃我的我的我的价值和我的这个啊取向呃无论是呃呃被这个误解还是被呃被怎么样就是我我我我没有那种困境但我的空间往往更深而不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困境 所以说呢呃呃呃呃呃我我当然是难民虽然我没申请过这个难民的身份啊理解呃呃您刚刚说到华人就是不具侵略性但是呃呃您觉得呃呃刚才我们也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玩坏了您觉得人类共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具备侵略性吗嗯当然没有没有我不认为是呃具有什么侵略性啊一个一个单词他没有什么 他这样描述一个状态呃呃呃呃就说哦今天是按照中国的逻辑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不分彼此哈哈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是一种一种鸡贼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即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你绑在一个潜水艇上他能潜一百米你能跟着潜那么深吗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你你你他不想松手你得松手啊所以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呃呃呃千万不要再呃呃嗯又止了但是呢从大财团和这个呃呃呃这些问题上呢是这样的中国的很多呃呃比如说你说呃呃呃在股市上或者说这种金融人呃操作上那是分不清你根本不知道呃呃呃呃 比如说中国买了多少这个中国美国的这种投资 对吧 那这个是是巨大额的 那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呢 所谓的你和我在这个界限上又不存在了 当我中有你的时候 我还是我吗 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你还是你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费论 好的 我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请在场的几位朋友来给他们来 如果有问题的话来和您做个对话 那还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 这一次的这个还是那个弗洛伊德事件 然后各地的都出现了这种雕像就被污 比如说李将军啊 还有那个比利时的廉奥波德二世啊 还有丘吉尔的那个雕像也被扶押了 还有甚至那个波士顿的哥伦布雕像 我看到新闻是叫被斩首了 您对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雕像 如果 一句话说清楚 一句话说清楚 雕像做出来就是为了被砸的 雕像做出来就是为了被砸的 那历史走下来就是为了被否定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是 你这个是两个概念 历史不是雕像 历史是一条长河 你无法否定它 它是流动的 雕像是一个固定的一个 宏拜之物 那么它所承载的是局部的 是局向的 而且它是误导 所以说呢 它必须被毁掉 没有一次进步和革命 不是毁掉雕像的 也有科学上 雕像是每天都在被毁掉的 人们能最希望能挑战的是 关于宇宙的学说物理的这种定律 和每天科学都是在做同样的事 每一个努力都是